好 午安 今天下午的娛樂頭條追星情報戰 首先要帶你來追昨天晚上蠟翻全場 而且也讓好多啦啦隊女神 都瞬間變成小粉絲的性感小野馬炫芽 知道其實昨天晚間 韓籍啦啦隊女神 編和綠還有李恩菲 他們兩個人也都坐在場邊 跟著炫芽一起合唱 雖然他們是沒有達成 能夠跟炫芽合照這個小小的心願啦 不過炫芽本人倒是非常的興奮 他之後呢就隨即在IG上面貼文 你可以看到他是曬出了 多張的性感照片 而且他就貼文說 昨天晚上在大巨蛋能夠展現給大家 真的感到非常的榮幸 雖然說是只有短短的21個字而已 不過他是特別選用了繁體中文 也讓大家都感覺到說 他真的好寵台灣的粉絲喔 而且這一趟 你想不到的是其實就連這個未婚夫 龍俊亨他也都低調的跟著炫芽 愛相隨來到台灣了 最後粉絲呢 是在盛群平台上面透露說 有在台北的新衣區街頭 巧遇這對夫妻 而且粉絲還幸運的收下了兩個人 送給他的養樂多 不過呢之前其實炫芽就有旅傳說 他是不是有這個懷孕的狀況呢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他的身材比較之前好像顯得有 比較圓潤一點點喔 不過呢炫芽 他是這一次在台灣的表演 是賣力的唱唱跳跳 也打破了謠言 真的還沒有懷孕啦 好 那我們在本週九號起呢 女團Azpa呢 他們也要接力來到台灣了 就在林口體育館要連續的開唱三天 不過其中成員Kalina 其實是因為之前身體抱恙的關係 是取消了在日本福岡的兩場演出 也讓粉絲呢都很擔心 女神現在的狀況還好嗎 不過二號的時候 其實粉絲就拍下了Kalina 她是現身了在機場裡面 可以看到呢其實她相較之前 這個氣色也是好了不少 而且她是跟粉絲是有說有笑的 也讓大家才稍微放下心來 不過呢其實在跟她們 同一天開唱的台北小劇團這一端呢 是有日本神級天后要來了 宇多田光在出道25週年之際 她是首度要來訪台了 這一次是選在台北的小巨蛋 準備要一連開唱兩場 其實呢當初門票一開賣 就瞬間就賣光光了 那麼這一次呢其實也有望 在影集初戀裡面 這首翻紅的First Up 也有望是在台北小巨蛋裡面 是有這個大合唱的場面 好 那麼我只能說呢 其實這幾個週末 在台北還有桃園林口 其實都有很熱鬧的演唱會要登場啦 準備迎接女神們的降臨 以上就是今天的追星期報戰